360一體式水冷的包裝 這是一般我們所看到的360一體式水冷的包裝 常常方方的似乎都變成了標配的樣式了 當中ROG的龍神二代在包裝上也算得上是第一梯隊的級別 然而有那麼一款水冷就是喜歡不安排你出牌 這就是這款水冷的外包裝 我如果不說這是一款水冷可能還會有人覺得這是一個新型IT的機箱呢 至少我日前發圖文的時候就有不少人是這樣覺得的 而這款在外包裝就具有獨特風格的水冷 就是來自Velacry 瓦爾基里的C360一體式水冷 Velacry 瓦爾基里雖然是一家新誕生的品牌 但它們之前是給知名分體式水冷品牌代工一體式水冷的廠家 因此在水冷製造工藝上有著非常成熟的技術儲備 並且在品牌誕生之際 就專門推出了相關的二次元定製款式 而這個在包裝上就引能入勝的外觀 就是C360女武神IP定製版 C360定製款採用的是全白帶藍色點綴配色 在包裝上更是大到闊斧 整出了一個非常有個性的包裝設計 打開了內檔可以發現VCAD水冷的說明書 里頭是以二次元漫畫的形式呈現 顯得格外有趣又不失重點 與普通版最大的不同除了在配色以外 定製款還有贈送一個女武神Q版黏土人手辦 並且還提供了相關的底座提供站立 在附贈的ARGB與PWM極限控制盒上 也是能夠給手辦進行站立擺設的 另外這款控制盒也是和普通版有所不同 本身多了一個帶軟件控制的功能 能夠通過USB接口連接上主板 採用VCAD自家的軟件來進行燈控調整等等 不過說真的 雖然自家軟件控制是加分的 但軟件本身的介面與設計 確實還有不少的進步空間 至少和眾多一線品牌隨能的軟件比起來 還是稍顯差了一點 控制盒本身也是採用定製版的白色外觀 和普通版的極限盒比起來有非常大的區別 而明眼的人應該看得出 這個普通版的極限盒設計怎麼那麼眼熟 另外定製版的控制盒還是帶4個可折疊的天線 並且也是帶ARGB燈光的 此外本身也是磁吸式的 方便將控制盒吸附在機箱內或是側面位置 然後在復健的部分中 VK加水準確實做得挺好的 平台兼容性做得相當齊全 除了提供常規的LGA115X和AM4平台的支持以外 當然最新的LGA1700平台扣具也是原生就有支持 就連垃圾老們最喜歡的LGA2011平台也是支持的 唯獨AM3平台是沒有提供兼容扣具 此外配件分類也做得很到位 每個包裝袋都採用可循環使用的密封包 方便附件不需要使用的時候可以很好的保存 另外在每個附件包背面都有列明相關的附件信息 確保你不會搞錯附件內容 不過我還是比較希望附件信息字樣可以更加明顯一些 至少目前這樣一不小心可能真的不會去注意到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我覺得是VK也是做得挺用心的 那就是提供了兩套風扇螺絲 分別是30mm和32mm長的規格 目的是方便如果需要做夾漢堡 又或是透過機箱將風扇固定在冷排上的時候 32mm長的規格螺絲就顯得格外有用了 至於扣具本身的安裝體驗 一般來說水冷的安裝體驗都大差不差 所以也沒什麽好挑剔合稱讚的 至少我在使用的過程中都沒有明顯感受到特別大的缺陷 和一般主流水冷的安裝體驗大同小異 因此關於這一塊我就不多介紹了 風扇是自家的V12F 採用動態液壓驟程 最大轉速為1850rpm 女5層定制款是採用藍牌配色的 而普通版則是白色透光扇葉搭配黑色的三框 風扇的背寬有導流設計 並且四個角都富有防震電 增加風扇所在冷排上的穩固性 最後是水冷本體了 先說說水冷管 水冷管採用FEP高分子材質 提供更長的壽命和減少內部冷液增散 本身材質較軟並且通過編織碗進行加固 減少漏液的可能性 冷頭的部分 外殼採用塑料磨砂材質 頂部帶有透光的無線鏡面ARGB燈光 而LOGO面板是可以360度旋轉的 再加上水冷管的可旋轉性以及較軟的材質 而基本上能夠滿足任何形式的安裝方向 水泵的轉速達2500RPM 採用4000PWM供電 而之前也看了翼王拆解的這款水冷的視頻 可以發現裡頭的微水道數量是非常之多 也非常細密 加上更大的噴震面積 可以加快水冷液的冷卻循環 散熱底座為銅底細面處理 隱約也能看得到微水道的位置 這邊需要注意的是由於微水道的設計 與Intel 12代CPU的面積匹配 這導致水冷頭在安裝時必須進行匹配的安裝方向 整體安裝好後開啟ARGB燈光的造型是這樣的 至於如此的外觀到底好不好看 這部分就交給觀眾們的審美去評價了 不過我個人倒是比較喜歡普通版的黑色造型 可能是女武神定製款的白色色帶藍色點綴的 感覺還是稍微花俏了一點 不過據說之後好像是會推出黑紅色造型設計的定製款 這就還讓我蠻期待之後的定製款系列了 這次我花了不少篇幅和各位介紹這一款水冷的各項規格 主要是因為VK是新的品牌 考慮到觀眾們沒聽說過也沒上手過 所以就花了點時間和各位介紹 也算是讓觀眾們可以更加了解VK這家品牌 在這款C360水冷到底注入了多少的心思 不過單單是介紹規格和外觀是遠遠不夠的 而實際的性能測試才是讓各位能夠了解 並且是否會選擇這款水冷的最主要原因 因此接下來就進入到了測試環節 這次我準備了另外四款水冷一同進行對比 而且每一款水冷都代表各自的特長 第一款是戴6把風扇的EK AIO Elite 360 BRGB 作為知名分體式水冷品牌推出的一體式水冷款式 而之前也做過相關的評測 而性能確實是不賴的 然後是代表Astate 7代方案的ROG RUGINE2龍神2代360 同時也是作為高端一體式水冷的代表 再來是聯力的極權Galaxy 360 是作為中高端水冷的代表 定位和EK家的一體式水冷類似 但價格稍微便宜一些 最後是性價比極高的ID Cooling Zoneflow 360 ST 400R不到的360水冷還帶ARGB燈光筒布 其性能到底和中高端與高端水冷的散熱表現又是如何的呢? 為了滿足觀眾可以參考更多方面的溫度表現 這次的溫度測試我也進行了非常全面的測試項目 而分別以開放式平台以及機箱內進行測試 並且都會分別進行Intel 12代以及AMD Ryzen 5000系列兩種測試 以及在開放式平台測試下 Intel和AMD兩種平台都會各分出三種不同空耗區間的測試 Intel平台採用i9-12910K來進行 在開放式平台下分別以烤機功耗220W、250W 以及270W三種功耗區間來測試 AMD平台則是採用5800X與5900X進行混合 分別是5800X135W、5900X180W以及5900X200W 這是因為由於5800X單CCS設計的機熱問題較為嚴重 因此就加入進來方便給AMD的用戶進行參考 而機箱內的測試為了能體現出頂部水冷在日常使用下的性能狀態 而這次要特別感謝酷冷至尊提供了這款H500P Mesh進行測試 除了能夠兼容頂部360水冷以外 前臉位置還有兩把超大的20mm ARGB風扇 並且還是帶Mesh通風網孔的 整體風道表現也算非常均衡 在機箱內的測試模式就是採用頂部安裝水冷 並且將機箱的頂部遮罩給打開 確保頂部的冷排排氣獲得最大解放 除了進行當考FU測試以外 我還安裝一張EVGL RTX 3080 10GB FTW3 加入進來雙烤作為第二種測試模式 音條平台採用12900K的250W功耗模式來進行 而AMD平台則是採用5900X180W的功耗模式來進行 再來由於各款水冷自帶的風扇款式 與本身的噪音有所不同 因此上速的每一項測試 都會進行風扇滿速以及固定噪音的靜音模式來進行 也就是散述的所有測試都要進行兩遍 還有還有 為了能體現出各款水冷本體的散熱性能 我也進行了同一三版溫柔颱風GT2150來進行測試 測試將採用開放式平台的12900K250W和270W模式來進行 到這裡我總算介紹了所有的測試場景 所有的測試數據多達122個 是不是看得有點頭皮發麻了呢? 沒事我測的時候也快發麻了 所以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麻煩點贊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看到吧 測試將在封閉式的空調房進行 並且控制室溫在24-25度之間 室度為40%-45%之間 雖然比起恆溫室還是有一定的室溫和室度溫差 但好在馬來西亞鄰近遲到 常年的戶外室溫變動的不太大 因此還能控制在1度左右的室溫變化 也算是在我能力範圍內做到最小的變量了 所有測試同意使用新約7921 塗抹方式採用按壓至整個處理器頂蓋平整 測試採用AIDA64FPU壓力烤機測試 在開始測試時進行到1分鐘後 重置HW運風的信息 直到30分鐘後 擷取CPU Package的平均溫度 雖然我已經盡可能的去控制變量 以達到最理想的場景去公平的進行測試 但礙於室溫沒辦法100%控制在恆溫加上 處理器散熱器本身或多或少也有體質的影響 以及每個人的室溫環境 機箱的風道和散熱器規矢等 都有很大的不同 一指最終的測試成績僅供參考 首先是Intel 12代的開放式平台測試 在220W功耗下 一眼望去只能用吊打來形容VKC360的性能 哪怕是同造異模式下 性能還是穩坐第一寶座 不過讓我感到意外的是 連力極圈360在滿宿下竟然也能擠近80度以下的位置 甚至是6把風扇的EKELITE 360也只能平行平坐 連高端的ROG龍神2代都稍弱一些 而排在最後的是ID Cooling ZoneFloor 360 ST 和其他4管的差距拉開的有點過大了 甚至和第一名的VK360有著10度的溫差 換到250W的功耗後排名依舊一致 ID Cooling ZoneFloor 360 ST與VKC360的差距拉開的更大了 甚至在風扇同噪音專速下 已經出現了過熱降頻的跡象 接著在270W功耗測試中 VKC360依舊堅挺穩穩保持在排名第一 並且許多散熱器在風扇同噪音專速的測試中 都出現了過熱降頻的情況 ID Cooling ZoneFloor 360 ST更是連風扇滿數也過熱降頻了 連力極圈360表現依舊讓我非常吃驚 是唯一一款除了VKC360以外 在風扇同噪音專速的測試下 保持不過熱降頻的水冷 接著換到AMD RIZER 5000的開放式平台測試 首先是5800X 135W的測試場景 VKC360無意外的保持在第一 就連風扇同噪音專速下的成績 比起所有水冷的滿數成績還好 而之前在Intel平台表現落後不少的ID Cooling ZoneFloor 360 ST 在AMD平台的測試中反而大幅縮小差距 和VKC360的溫差縮小到7度 換到5900X 180W測試中 VKC360的優勢依舊持續著 並且是唯一款水冷在兩個測試場景下 獲得低於80度的成績 最後是5900X 200W的測試 VKC360反而繼續與其他散熱器拉開差距 風扇同噪音專速測試下的成績 都已經掉到其他款式的滿數成績了 再來是進行統一使用溫路台風 GT2150風扇的溫度測試 不論是250W還是270W的測試 VKC360依舊持續塗飽 但是比起標配風扇時的表現 與其他散熱器倒是稍微拉近了一些 有趣的是這次ID Cooling ZoneFloor 360 ST 總算在270W剛剛好卡在99度 沒有出現過熱降頻的情況了 如此看來 VKC360是正在水冷本體的散熱性能 果然更大的噴射面積和更多數量的微水道 才是水冷的散熱王道 最後是進行機箱內的實際散熱測試 在Intel平台測試中 單烤FPU測試下 VKC360保持在第一的成績 但與連力極圈360的成績拉的比較近了 特別是在風扇同噪音專輸下 只有一度的溫差 不過面對其他三款水冷依舊是碾壓的形式 而加入顯卡雙烤後 成績和單烤FPU時基本一致 雖然VKC360依然保持在最佳 但同樣和連力極圈360搖得很近 然後是AMD平台的測試 而同樣在單烤FPU測試中 是唯一款獲得低於80度的成績 可以說根本就是AMD用戶的福音 加入顯卡進行雙烤後 VKC360無意外的穩坐第一 並且是唯一在風扇同噪音 轉速測試下保持在90度以下的成績 這成績在激熱較為嚴峻的AMD平台上 表現非常的出色 進行完所有實際散熱測試後 當然也少不了模擬噪音測試 先來給各位演示所有水冷在滿速狀態下的噪音體驗 不得不說在這部份VKC360的噪音的確比一些水冷來得更加大 而總算出現不是第一的情況了 當然論噪音還是比不過EK的VALDAX好就是了 考慮到不少人對於水冷奔投的噪音體驗有興趣 而這裡我就不給大家信心演示了 有興趣的可以去觀看翼王的測評 畢竟一般水泵在怎麼吵都沒有風扇的噪音大 而之前翼王視頻里提到的氣泡聲響 至少我手上測試的這顆VKC360是沒有出現氣泡聲的情況 這邊也給各位單獨演示VK水冷奔投的噪音體驗好了 最後是價格的部分 VKC360女友生定製版的零售價為669元 非定式普通版則是569元 同比這次的測試水冷基本上與iD Cooling加的水冷在同一個價位 不過整合本身的散熱性能這個價位怕是要殺瘋了 而且更要命的是VK提供了5年漏夜包配的保修服務 而具體的理賠條款可以參考這張圖 在進入最後的總結前 我覺得我有必要說一說iD Cooling在Intel平台下的散熱情況 我個人覺得是這一款對於Intel 12代CPU的面積沒有進行優化 而導致面積較長的12代CPU在使用這款水冷會出現性能較弱的問題 反正在iD Cooling平台下就正常了不少 當然也可能是因為這款水冷的壓制功耗本來就不高 而測試是從220W開始 而所以也就出現了溫度暴漲的問題 畢竟之前我就用過不少iD Cooling加的水冷 在AMD平台和以前Intel 115X平台都體驗過 性能確實不賴的 而這次的測試我也反覆進行了好幾次 並且也更換過水冷頭的方向 但成績依舊如此 而另一個收穫的驚喜則是聯力的極圈360 我是完全沒想到它居然有著非常霸能上的性能 某些情況下甚至很貼近這次測試的VKC360 比起另外兩款原本就應該有不錯性能的水冷 表現還更加理想 這是讓我完全沒想到的 而VKC360水冷總結來說三個字就能形容它了 那就是殺瘋了 超級實惠的價格以及目前處於T0級別的散熱性能 外觀該有的都給足了 只能說是一款全方位技能點都幾乎拉滿的水冷款式 而之所以會說幾乎 接下來就是要來挑剔缺點了 首先是水冷頭這個水冷頭還是稍微高了一點 而對於一些比較極限的A4 ITX機箱 可能會出現無法兼容的情況 再來是外觀出現兩極化的喜好情況 喜歡的人就會覺得它其實蠻好看的 不喜歡的人就會覺得太過花俏顯得廉價了不少 而最大的缺點是風扇本身的質量和做工有待加強 比起一些中高端水冷所標配的風扇品質 可以感覺到質量稍微比較差一些 但都賣你這個價格了其實也就沒什麼好挑剔的了 不過話又說回來 VK C360其實定位並不是旗艦級別的款式 據說之後還會推出更高端 品質更加優良的E系列以及S系列 好像是會在冷頭加入顯示屏之類的設計 到時候可以期待一下 另外我在說明書中還看見了這個 瘋人 難道說VK打算挑戰瘋人界的選王嗎? 這真由不得讓我非常期待了 不過我相信大家更期待的是這個東西 只不過由於本次的內容有點太多了 實在塞不下了 加上我想進行一些有意思的測試內容 所以還懇請大家再耐心等待一下 之後再給各位補上 以上就是這次影片的所有內容了 如果你喜歡這次影片也不妨給個讚 並且分享給更多人看到 如果你喜歡我的製作風格也歡迎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想要和眾多大佬一同交流的還可以加入我的Discord交流群 另外也歡迎關注我的臉書和Instagram 雖然這兩個平台我更新比較少就是了 但偶爾還會有一些非影片類型的分享 所以不要錯過哦 最後再次感謝各位把影片看到這裡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為止了 我們下期節目 再見